現在我們是這樣的問題 繼續在燒在燈 我們臨館政府就開始在提供 國中國秀做優雞菜餐 自己種安全的菜菜 水淋香的水添淋國秀 每個月都可以生產60公斤的菜菜 這樣就跟全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來吃 不然這是一種生活的教育 也讓學生吃得更健康 學校時間學生不去玩 看來到學校的農場沒有人來賣菜 菜太完異後 還有一隻散告廚房和人家喝完 經過洗過炒過就變成舒適的營養後 這些菜都是海鮮自己做的安全素材 這開始特別有煮味 怕吃到不安全的吃 還不錯 怎麼做 因為還很新鮮 學校會有學校種的 學校是給廚房給全校 我們班我們自己種就變成我們的綜合活動 我們會去搭配 像我們有蔥就可以蔥有餅 上次有的班姐還有包水餃 學校人網表示 學校以水餃的方式來製造蔬菜 全校總共六十個水餃蔬菜庫 一座可以生產十公斤的蔬菜 一座會全校可以生產六十公斤 第二座可以提供全校六百名的老師和學生 一座會接著一次自己種的安全蔬菜 我們初步的話是 每個月一次的有機蔬菜或者是安全蔬菜的工業 那我期望以後呢 最少可以做到兩個禮拜 工業學生一次的有機蔬菜或者是安全蔬菜 現在問題的地球炎燃燒 但學生利用學科的時間 管理後來來做這間素材 透過大家用心不會有和照顧 這年不曾一個月只能提供一次 自己種的安全素材 但學生在過程中學到不會很農業地式 加上部農業讓學生吃到更加安心 這場方有年不得 謝謝大家